Ladies and 乡亲们 现在 Good evening 了 老少看房 老少不带你看房 但是老少要给你一个葵花宝典 什么葵花宝典 就是购买佛罗里达投资房的葵花宝典 葵花宝典分几步 第一步是你要找一个熟悉当地市场环境的经纪人 这个经纪人也是最好是当地的投资人 投资房地产的投资人 然后在你的经纪人的帮助下 和经纪人一起合作完成以下几个步骤 第二步锁定你所要投资的区域 经纪人因为非常熟悉当地的环境 能给你找出你所期望投资的最好的区域 第三搜索出你感兴趣的房源 这个是要和经纪人亲密合作的 经纪人会给你推荐出最好的 适合你投资期望的房源 第四步 核实HLV对出租和Lease等一系列的限制 这里这一步尤其重要 因为佛罗里达有很多小区有非常变态的HLV 比如说有一年自住要求的这种HLV 你就得直接pass了 你买投资出租房 必须一开始就要能出租 所以不能有这种限制 第五步 好 没有这HLV限制了 你可以去check 去核实 在flotmap上面核实 是否这房子在洪水区 就flotmap看上看 如果房子在flotzone洪水区 你则需要估算洪水的保险 flotinsurance的成本 如果这个你不能接受 那你可能也需要pass 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 就是在这一步 就是要看看有没有sinkhole 这里从哪里看呢? 那最直接的就是从seller disclosure上看 seller disclosure 在法律要求 如果有sinkhole 这东西是必须要披露的 必须要disclose的 如果这个房子 以及这房子所在的这个 这个就近的区域 它的邻居 也有sinkhole的话 它也要披露 如果有sinkhole 这里强烈推荐 直接pass 因为sinkhole 这个是很危险的东西 第六 在核实了以上信息之后 你就要去核实HO的费用 以及是否有CDD 佛罗里达很多的小区有CDD 如果有CDD的话 你要把CDD的成本都加上 计算你的投资回报率 这CDD在哪里找? 在现的Property Appraiser Property Tax Bill 就是房产税表上能找到 第七 好 在看房之前 你还要进行一步 就是做一个初始的CNA 就是比较市场分析 进行 去决定初始offer 应该出多少价 这个范围 然后你需要研究一下 这个房子所在的区域 很近的区域的周围 它的比如说邻居 以及很就近的一个小区 周围的是否有出租房 出租房的租金是多少 然后根据这个租金 这些出价等等 这些以上你收集来的信息 HLA各种成本 进行出租 投资回报率 如果回报率达到你的预期范围 继续下一步 否则 进行远程视频的看房 第九 看完房子之后 好 这个房子如果你满意 那可以进行下一步 出offer 如果有一些东西发现 不是特别满意 需要翻新装修等等 你这需要估算这些翻新装修的成本 并且重新估算投资回报率 因为这成本加上你的投资回报率估算会改变 如果还在投资你的预期投资回报率 期望范围之内 则进行下一步出offer 第十步 再进行一次CMA 这个也需要你的agent帮助 根据就近售出的房子 近期售出的房子 做一次比较市场性分析 来进行你决定你的最终出offer的价格 最终出价 进行出offer 出offer之后 如果offer被接受 直接under contract 买卖合同生效 进行正式的购房交易 如果offer没被接受 就继续找房子 或者counteroffer 如果有counteroffer的话 这几步 这些步骤是你在进行正式的买房交易之前 需要做的重要步骤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来跟我咨询 有任何购买投资房的问题和建议 都可以向老少咨询 老少将是你的dream agent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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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